你七岁的时候在干嘛 看看女孩阿花 人家七岁的时候 就小的把家里吃生的炸鸡进行二次加工 然后拿出去易卖 换钱买小零食 到了15岁 他搞到一批香烟 专门卖给学校的叛逆男女生 数尖数到手抽筋 你以为他这不务正业的样子 一定是个学渣吧 可他还偏偏是个学霸 妥妥拿到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就在全家人开心不已的时候 一个问题也摆到了阿花眼前 家里条件一直不太好 没钱供他上学 如此看来 想要继续接受教育 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赚钱了 阿花抓耳挠腮 还真让他想出了快速搞钱的办法 他在球场附近 假装自己被朋友爽约了 把身上穿的假球票统统卖掉 别说当黄牛虽然不好 可他还是靠着这个赚到不少钱 眼看着学费就要凑齐了 阿花不禁感慨自己真行啊 然后他就真行了 阿花被判了四年 这下大学梦是真的个屁了 吃大碗捞饭的时候 阿花也没有放下书本 他在狱中苦读经济学 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 同时也一如既往地 运用自己灵活的小脑瓜子 发现了监狱致富之路 他发现监狱里 大部分人都心情欠佳 而吃甜食 可以让人感到开心 于是他在监狱 悄悄卖起了棒棒糖 这大碗捞饭吃的也挺香 但没多久 母亲的电话 就给了阿花一顿重击 因为官司败诉 阿花在出狱之后 将面临偿还官司费 求票赔偿费 受害者精神损失费等巨款 加起来也就五十万吧 听到这个晴天霹雳 阿花当场崩溃 四年很快就到了 出狱后的阿花无所事事 哥哥邀请他到自己的酒吧打工 钱没赚到 倒是赚了一身氛围 这样下去 还不起钱的他 恐怕只能当老赖了 这时阿花接到一通电话 是崔债公司打来的 男人称 只让阿花愿意还钱 就给他打个折 一口价五万 阿花一听乐了 倒不是因为钱减少了 而是他觉得 对方催债的方式好傻 需要我教教你怎么催债吗 老铁 阿花和男人探讨了催债技术 交谈中他得知 催债员每催回一笔债 都能获得相应的提成 这不比洗马桶香吗 阿花瞬间心动 心动不如行动 阿花丢下工作 赶到催债公司 表明自己加入的意愿 但老板拒绝了他 毕竟他们这一行 电话催债 只是一种软弱的手段 主要靠的还是拳头 阿花则表示 老娘的嘴巴可比拳头硬 他看了看墙上的催债排行榜 向老板夸下海口 一个月 只要一个月 他就拿到催债冠军 如果他可以 请老板抹清他的欠款 反之 他愿意双倍奉还欠款 试试又不要钱 老板笑呵呵答应了小花 别看这个少女好似平平无奇 其实他催债的手段一流 但老赖是个妈宝 他风轻云淡的 爆出对方母亲的电话 再不还钱 我就告诉你妈妈咯 妈宝一下就怂了 那我真的没钱能怎么办吗 阿花出路 也已经给人想好了 你可以去搞校园贷呀 一贷还贷嘛 很快 他就催到了第一笔债款 于是他如法炮制 告诉老太太 再不还钱 会影响孙子考公务员 告诉奶妈不还钱 就没有南水味宝宝 告诉消防员 不还钱 这尾压执照吊销了 字字句句深入人心 催债事业 干得风风火火 果然在一个月后 他成功问顶催债榜 清零自己欠下了债 可就在他找老板要工资的时候 老板居然塞给他几张钞票 就想打发走他 阿花距离力争 却被老板一把推了出去 这样的王者都看不上 这老板一属实是留不住人才了 阿花离开后倒也不迷茫 全美国有七千多万人欠债 债款高达十三万亿 催不回来的 银行就把单子低价卖给催债公司 至于催债公司能不能催到债 以什么方式催债 那就随他们了 既然催债这么有搞头 当然是自己开一家呀 阿花跑到银行 掏出积蓄 买下了几百张烂账账单 好公司少不了好员工 阿花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就是找到一批 和自己一样拔尖的人 这个性感美女招进来的理由 是人美伤甜 左右不过两句小哥哥 就轻松催来不少债款 这个小黑哥被招进来 则说因为他是个PVA大师 言语之间 能让人脑子迷糊 什么都听他的 至于这个大妈 别看他其貌不扬 他可是只凭两个嘴皮子 就能让房东五十年不涨房租的 当然公司也不能少了打手 他甚至把监狱认识的 遇霸都给请来了 阿花的催债小队 那可是一鸣惊人 开张后 业绩蹭蹭上涨 众人数钱 数到手抽筋 阿花当即决定 给员工们交社保 搞团建 丰富企业文化 扩大公司规模 阿花把赚来的钱 全部领到银行 买下大批债款单 这不是想搞垄断吗 阿花这一举动 动到了钱老板的奶酪 他常常雇人到阿花店门口吵闹示威 还跟踪阿花公司的团建 在阿花上厕所的时候 给了他一顿狗血淋头 想到公司现在是空城 阿花不放心 冲了回去 还是晚了一步 公司被钱老板套空了 但这些都不打紧 钱没了可以重新赚嘛 可钱老板还不知足 因为阿花的哥哥欠债 他把阿花哥哥的酒吧占为己有 逼走了阿花哥哥 动亲人可就不能忍了 阿花大碗就去找暗恋 自己多年的检察官备胎 正备胎出去买寄生用品 用他的坐机搏动警察电话 以检察官的名义 举报了钱老板的犯罪行径 警察很快就逮捕了钱老板一行人 而阿花则组织员工们 偷偷把所有的催债单搬了回去 重新开业后 阿花的生意一数往常的火爆 你会我也会 钱老板去着阿花搞举报 警察很快来到阿花家里 找出了他逃税的证据 哥哥被推倒在地狼狈不堪 备胎知道他的大事业后 指责他赚黑心钱 最惨的是母亲 为了不让他再次蹲橘子 他冲到钱老板家门口 这个黑心老板 让员工996干活不给钱就算了 他眼红员工单干 用尽手段回了员工的家庭 实在可恶 本来阿花也想一枪吐吐了钱老板 但理智让他放弃了这个想法 他收起枪 给钱老板的蛋蛋来了一脚 把钱老板摁在地上摩擦摩擦 但开过枪的阿花 还是被赶来的警察带走了 在局子里 看着替自己受苦的母亲 阿花第一次感到后悔 决定金盆许首 出狱后 他把催债公司的同僚们聚集到了一起 称要组个催债者联盟 把这个行业垄断起来 大家共同赋予 一番话说大家心动不已 本来钱老板都要信了 却又突然发现了蹊跷 他在牛头标本里 发现阿花藏起来的摄像头 对此 阿花毫不隐瞒 他早就搜集了大量证据 懂得就是今天把这些混蛋一网打尽 就这样 催债大佬们一一被捕 阿花在独自来到备胎办公室 拿出自己早前藏好的催债单 一把大火烧了个干净 因为纵火 阿花再度被捕 三进橘子 不过因为表现良好 他很快就被放了出来 回家后 家人们给阿花接风洗尘 哥哥拿出一把钞票递给了阿花 这是为兄给你的创业资金 阿花内心瞬间被击中 冲到洗手间对着镜子 告诫自己一定要克制 没会儿他重返餐桌 这次 他真的克制住了吗 看到这里 本韭菜留下了伤感的泪水